所以你看这段时间周琦他的封盖 他的前后场篮板球的保护 这些让青岛队很难受 尤其是周琦这边 大家技术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是拼身体了 没找到口感 低手的抛头前场篮板 这个球其实曾丽旭 没必要做这个打板上篮 回手传给周琦就应该一个暴扣了 对 还是打低位 好球 但是周琦从旁边补过来了 是 曾文旭快速的反击给周琦 阻挡犯规 周琦这个球顶完之后 用左手上第一手篮 再看下周琦的补帽 好 赵大鹏漂亮的假手地手 好球 这个球帽的更漂亮 赵大鹏这两个球 你看一个手地手突进来 然后另外刚才这个球 C的多棒 但是新疆队防的更棒 三线快攻给到麒麟中距离 篮板 周琦 利用身高优势把篮本球拿到 这球是吹了刘传星的犯规吗 反击 你要想每个球都盖下来 其实是很困难 而盖帽其实是防守的最后一招 这个就是咱们所 哎 犯规了 这个咱们所说的消耗性的防守 哎 这个刚才咱们下午转阵场 辽宁队它是习惯攻击性的防守 一节新疆里边啊 好球啊 新疆里边就是利用周琦的冲击啊 是 周琦几次进攻都是从 这个罚球线圈顶接球 运一步 运一步就开始起三步了 你看啊 运一步 一二走上篮 是 上篮 攻这个全场领V啊 周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 他个儿高啊 齐琳 好球 团队漂亮 新疆这个配合真是漂亮啊 虽然场上没有一个一号位球员 但是呢 大家都去碰球 都在跑动 场外求助一下是吧 二三联盟 哎 好球又是周琦的传球 哇 今天新疆里打内 阻攻全都是来自四五号位 啊 内阻内打得十分的开心啊 有三分 然后赶下场 其实啊 因为新疆位球啊 王庆明的篮下被周琦盖掉了 呃 其实呢 啊 许家 我是觉得许家韩比 因为汉的一个优势是在于身体 对抗性 对抗能力 嗯嗯 因为林伟汉呢是真的是又矮又瘦 好球啊 啊 这又是于长东 四号位传给五号位周琦盟 这边三分球终于开了 这在广东队的时候呢 他也是作为一个射手在被培养 是 上场比赛13秒钟 呃 贵子明啊第一反应是想基地给周琦盟 这个太也太细了 对 因为篮下人很多 啊 这个球进球无效 进球无效 但是呢周琦是要罚两球 传得好 哦 漂亮的打帽啊 看这反击 麒麟有机会扣篮 好球 这是麒麟特点 哎 这这名球员的弹速啊 连续起跳能力非常强 是 现在呢 可能技术上 还有很多需要打磨的地方 但是身体 已经在CBA里算是非常好球 周琦的强段 周琦 往守控制范围非常大 快攻的机会 给出来底脚 可兰白克的三分 好球 哎 差一点 哎 林伟汉 外线的三分球没有 周琦把蓝球收下来 谢里江快速的配反击给周琦 火 哎呦 这一下有点危险啊 我们看周琦 哇 杨吉蒙也在捂着自己的 脚踝那个位置 周琦是顶了一下啊 对 膝盖 周琦在抛头 抛球 周琦的身高是2米16 哇 双 和 哇 和 和 和 开 核 哎呦 漂亮 漂亮 范子明现在打得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回身的基地团球啊 团基 给高级高达好球又是高齐 这球赵太龙没办法 对 太高了 够不着啊 高齐 高齐三分终于来了 29分了个人 29分了 而且有15个篮板球 他这也真的是大魔王数据啊 没有了 没有奇迹啊 没有了 一位啊 范子明一对一打哨音轮 呼 还是这种内传内的配合 范子明进步啊 你看多明显 他的整个意识 以及对篮球的这种理解啊 上升了一个层面 哎 简单一点 嗯 所以现在这个记录啊 已经相当吓人了 哎 都是一一变过 周琪 中距离跳逃命中 鲁土布拉啊 看看这场比赛有没有机会扣篮 哎 麒麟是扣了一个了 哎 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周琪自己运球 好球 好球 许家涵啊 说实际上 也没想着上去犯个归 是啊 因为知道对方快攻的过程中 自己动作稍微有点不注意啊 就有可能为提 不是 感谢观看